我現在問你們,你們學過多少種減血運動的系統? 你們二人級學過滴血啦,滴血裡頭有很多啦 小複製振動的那個系統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那一般來講,任何的 任何的未能曲線 就是說原子跟原子之間的交互作用的話 未能曲線是這樣子 這是未能曲線,例如說,我舉個例來 例如說,氫分子對不對?氫分子不是有兩個氫原子嗎? 那兩個氫原子之間的,它的未能是這樣描述的 那這邊的,這橫軸是他們的兩個氫原子之間的距離 那一個分子,你們都學過很多分子嘛 分子裡頭的振動也是這個 那你在力學所學的小幅度的振動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就是說任何有個最低點啦 這是平衡位置的,那平衡位置有一個 這是平衡距離 那一般來講,我們未能,這是未能函數的 這是未能函數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個做例子的,或者其他形狀也可以啦 只有它有個最低點啦 然後我們可以相對這一點怎麼樣? 我們可以相對這一點做 R臉,相對R臉做什麼樣? 做胎熱極視展開 所以我們這樣寫哈 好,那這是一次方嘛 那再加上平方向 好,那再加上三階層 好,我們用胎熱極視展開 好,我們通常像這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的話 底下三次方以下的話 我可以把它省略掉了 好,那我們省略怎麼樣? 省略三次方的 我把三次方以上的插掉了 好,那我這邊寫一個禁止符號 好,就省略掉高速方向 然後我們再平衡點 我們知道這一次維穩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就圖形來說是什麼意思? 是學歷嘛 在這一點學歷等到多少? 等一點 所以這一項可以怎麼樣? 可以擦掉 這樣會了嗎? 好,所以我們剩下這個式子 好,那我們再把這一項怎麼樣? 把這項搬到左邊去 我們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 其實等於說我們把那個 未能的圓點 我們把未能的圓點取在這邊 好,就是這個 我們把未能的圓點取在這裡 OK 這樣清楚了嗎? 那這邊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你比較這個式子 比較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這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什麼? 立場式等什麼? 立場式是什麼物理? 對,就是未能的什麼? 未能的第二次微分 也就是說再怎麼樣? 在平衡點的什麼? 平衡點的區域 用圖形來看的話是區域 就未能區域的區域 這樣知道 知道這一項的物理意義了 所以這邊我舉這個 我舉這個例子 再告訴你們說 這個情形不是 不是只有用在彈簧而已 用到什麼地方? 所有的震盪系統 包括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震盪 固體裡頭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震盪 也都是什麼樣? 也都是用這個來敘述 這樣清楚嗎? 所以不要忘了 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用在彈簧而已 這樣清楚嗎? 用在所有原子的震盪系統 我們底下當然要討論 我們要解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震盪系統 它的能量是多少? 然後那後來是什麼樣子? 跟我們以前用的 我們的目標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解量子物理的系統 就是要知道 I跟N跟什麼樣子 跟它I跟Function 所以底下我們要把 底下主要是要解這個問題 解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底下要解的是 我們把變量換一下 我們讓這個等於X 我們讓這個變量是等於X 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成X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成X了 跟時間無關的X了 這個維吾方式 這個維吾方式 可以正確地解出來 但要用到一些數學技巧 這跟以後我們要解那個氫原子 解氫原子的能界是 用的數學技巧是一樣的 因為這牽涉到 這不是很容易解的 這牽涉到什麼? 這牽涉到平方 所以这是非线性的系统 非线性的维纹方是通常很难解的 通常很难解 不过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说 我们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exact 就是完全地解出来 那我们看我们底下用什么样数学技巧 首先我们把一些变量 换成是没有单位因素的变量 我们这样换 我们先这样设 我们做一些变量转换 x是长度单位 y就变成没有单位 y是没有单位 就是纯粹数目 这边能量一样 能量是纯粹数目 那这个公式我想你们都学过 你们在普通物理就学过了 这是弹坊的什么 脚频率 所以我们直接用脚频率 然后这边变成是h bar 然后成它的脚频率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式子就变成 那我刚刚想过 这还是一个非线性的 因为这现在叫平方 这是非线性的圆方数 比较难解 那底下我们用一些数学技巧 来解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讨论 我们看y区间无限大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先解这个解 就是说解y区间无限大的解 y区间无限大的时候 所以这一项酸热这一项可以省略 所以这一项酸热这一项可以怎么样 可以省略 这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都得到这个式子 好 我们把这一项常数项把它省略 就省略能量这一项 就省略能量这一项 我们前面乘到2然后du du dy ok 那这次就变成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底下我们利用这个式子 这有两个函数微分吧 所以这是对这个微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对这个u平方微分 然后我们看哪一项哪一项 我们先看这一项 这一项变成什么 u乘上du dy等什么 对象 这一项 分之而是对 这是对 special特别 Engineer 所以這一項是等於這個 二分之一跟這二分消掉 二分之一跟這二分消掉 所以是哪一項 所以這一項 請聽聽說 你們再看一看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一項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項 所以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可以換成這兩項 所以把那個結果 把它寫到左邊去了 下對下去這一項 這是 這是 DU平方DY 這一項是對這個為分 這一項應該是 等一下我看教授 這項是D 對誰 2Y 寫錯掉了 OK 這是U平方 對這個為分 所以這2Y 那我們看 這一項是等於這一項 這一項等於做什麼 這一項我們可以把這個剪過來 我這樣寫 這一項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然後前面有個負號 我們前面有個負號 那 這一項是等於 這一項剪掉這一項 我寫到這邊 那這一項就變成是這一項 這一項變成是這一項 我把它畫 然後 然後DY的 這一項 這一項是原先的那一項 我剛剛 對不起 我超錯掉了 對 我中間跳了一步 所以才弄糞跳 我再重新寫一次 你們再重新 這一步 這一步我剛剛跳過去了 所以沒有抄下來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你把它微分 這微分是兩倍的這個 對不對 然後再微分一次 所以是這個 那這一項就變成這個 我剛剛寫過 從這2分之1跟2消掉 所以前面沒有了 那這是Y平方在這裡 然後這邊的話 變成是DY平方 DU平方 DY平方 然後再有 用我剛剛那個公式 我剛剛那個公式 是這個 在這裡 我把它畫 那我們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那我們你看 我們在解這個方式 我們就要使用一些 使用一些技巧 那這個技巧是這樣 我們先看能不能把哪些項可以省略掉 我們這樣想 我們先把這一項省略掉 那再回過頭來 校對一下看 我們答案 看確實能不能省略掉 我再講一次 我們先把後面這一項 我們先把這一項省略 然後省略以後 我們不是解出答案出來嗎 那我們解出答案以後 再回來 回過頭來 就校對看一看 這一項能不能省略掉 知道不周明嗎 這是解那個非線性違反方式 這是常常用的方法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剩下來這樣 剩下這個 所以我們就得到 到這一步我想你們都會寫吧 寫這文化怎麼寫 因為這是對它為分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項等了多少 等個常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等個常數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 DU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的解是什麼寫 開根號對不對 這邊是平方嘛 等於它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平方寫過來 變成開根號 變成這邊的開根號 到這裡是宿學了 到這裡是宿學 那下一步 我們要做物理判斷 因為這邊有個C嘛 那我先問你們 這C應該是多少 就是說當 Y切勁無限大 就Y切勁無限大 對不對 破反式應該是什麼樣子 破反式跟破反式 為分應該趨勁什麼 應該趨勁於零 我在這邊 應該趨勁於零 對不對 OK 那這趨勁於零 這趨勁於零 所以CB是多少 對 CB是必須 C就必須是零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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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U 對不對 OK 那下一步呢 我們把U除下來 OK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這是什麼違分 對 不是指示 是LOG嘛 所以等於是D 然後LOG U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檔案告訴我們什麼 U等於多少 LOG U 等於這麼多 多少 對 二分之一Y平方 加上什麼 加上基本常數 對不對 我用不同C好了 我把C跟這個C 用另外不同符號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答案 我們得到什麼答案 U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對好 然後再乘上 1 然後正負多少 二分之一 Y Y平方 我另外寫一層C C'好了 Double 對 對 我們這邊有正負號的 那我現在問你們 我們再回過物理 這是數學 我們再用物理觀念的話 能不能正的 正的因為發散嘛 正的話Y確定無限大的話 它會發散 我們只能取哪一個 只取負子 因為正的話它是發散的函數 所以我們得到怎樣 我們得到Y確定無限大的時候的解 所以我現在就把答案 我把答案寫在這邊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Y確定無限大的時候 我們答案是 當然這只適用怎麼樣 只適用Y確定無限大 那我們要什麼解 我們要全部的解 在解這之前 我們先交對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做一個省略嗎 我們剛剛省略這個 我們剛剛省略這一項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這一項 確實能不能省略 如果能夠省略的話 我們原先那個假設才是對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項 確實能不能省略 我們已經知道 這是我們的答案 對不對 我們把這帶進來 所以這等於什麼 負責2Y 然後這C平方 等於這結論對不對 我們省略這一項 是跟哪一項比較 我們是跟這一項比較 我們是跟這一項比較的 這邊是平方 所以我這邊二分之一去掉了 所以是Y平方 我們來比較這一項 所以這兩項比較 哪一項比較 哪一項比較大 對 這一項這是一次方 對不對 這是三次方 但這確近無限大 所以這兩項比較起來 這一項可以怎麼樣 可以省略掉 確實怎麼樣 就我們前提是對的 這樣清楚嗎 我們得到這個答案的前提 是說要省略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比較一下 確實怎麼樣 確實它是可以省略的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下一步 就要想辦法解全部的解 解全部的解 我們要利用到 利用到這個破環數的特性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 我們這寫成這樣子 我們把我們答案寫成這樣子 這個呢就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這個 我們假想啦 我們假想 我們正確的答案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這個 那這是什麼函數呢 是個多項式 我想你們都知道多項式吧 就是這樣展開的 我們是這樣展開的 那我們看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加用 我們叫當y曲頸無限大 當y曲頸無限大 對不對 這個函數 比任何 比任何這個函數 都收斂快 這個是中間的一項 這個是它中間的一項 所以當y曲頸無限大 所以當y曲頸無限大 這函數確定什麼 就確定這個 就變成這個 那底下我們要解的就是說 我們底下要解的就是說 要把下一步 就是要把這個函數解出來 一方裙抗 這個就是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把這個函數 看上連線這樣的圓場式 那就得到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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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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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